严格灵 也是亚当也是夏娃 第十二章 我回到卧室 躺回床上 律师憨声的节奏丝毫没变 对于他和亚当共度的这个凌晨从没有存在过 我今后要好好待他 因为对他来说 我这里暗中发生过的 正在发生的 或将要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 从来就没发生过 或将不发生 律师决定延长我们婚前的交往 他说这样能把一切事更好地计划 他一封一封的信发出去 取消婚礼邀请 为自己失了一次信用而致歉 同时请大家等待他下一次邀请 一些提前到达的贺礼 他和我一同去邮局退还 圣诞过了 新年也过了 复活节步步逼近 律师吃了晚餐后出去买鸡蛋回来染 他过鬼捷克南瓜 过复活节染鸡蛋 我对这些挺傻的事 渐渐也少了些潮译 我计划给亚当打个电话 从那次和他凌晨一别 一块半年没见他和菲比了 所以我向律师告假 不陪他一块去买鸡蛋了 电话却是清洁工所拉接的 亚当刚送菲比去医院 他口气紧急 菲比从前天夜里开始发烧 我急忙要下医院地址 要来计程车 五分钟后我坐在计程车内后悔 没给律师留个字条 又一想 去他的 菲比全身武装 各种仪器 管子缠绕着他 围在他床边 亚当看见我进来 微微点了点头 亚当脸上没有太多焦虑 只有得自失眠的迟钝 医生护士散开之后 亚当告诉我 这是半年来非比第三次这样如临大敌了 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说都是为了我好 我说谁给他全力为我好 他说趁现在还来得及 抓紧时间培养和律师的感情 然后趁早生个孩子 生个正常的孩子 谢谢你 我说 我咬牙切齿 两拳紧握 却只是说了个谢谢你 不要这样 亚当说 我们应该习惯了 菲比的六年生命 让我们准备了六年 就是为了今天 为这个时刻准备的 我以为你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大致就绪 像我一样 我仍是咬牙切齿 却没有一句回敬他的话 还有什么可回敬他的 我也不知道 亚当更加瘦削 轮廓锋利起来 我们坐在菲比身边 两人的眼光都定在心脏 监视器的荧光屏上 亚当问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写的小说是否完成了 我说完成了 亚当又问他给我寄的一份小说新手竞赛的启示我是否收到 我谢了他 告诉他我不想花一百元竞赛费而邀请人们来否定我 我实在没剩多少让别人去否定了 我剩的这点只够自己慢慢否定 英文语法毛病 用词不当 结构愚笨 大概最后剩下的 就只是个赤裸裸的故事 他叫什么名字 我看亚当一看目光马上又回到荧光屏上 他的兴趣是真的 我说名字不重要 他倒是懂行的 换个人问我 这小说是写什么的 就讨厌了 名字为什么不重要 名字很重要 亚当不愧教了不少文学爱好者的朋友 他不问内容 就问名字 名字所泄露的 就足够他去猜测 名字暂时叫何必 他看着荧光屏 点点头 不知他猜出了多少 你不写诗了 你看我还能写诗吗 他沉默了 他同意我放弃诗 早晨六点十五分 非比的神智大致恢复了 我和亚当站在床两侧 非比真大没有视觉的美丽眼睛 支着没有听觉的耳朵 鼻翼仙动 像只小猫咪 他秀出了亚当和我 我伸出右手 他准确的攥住了食指 却攥的相当软绵绵 一点力量也没了 半年中的三场大病 死里逃生的非比真的像天使一样惨白 我就那样一直让他的小手钻在我的食指上 他领我去他记忆中的所有地方 滑梯 沙地 客厅 餐室 卧房 那遍布着披头散发 赤身的时装娃娃的卧房 他看不见那些失衡遍野的赤裸裸的娃娃 他只把他们做仅有的玩伴儿 非比整整一天都温存地攥着我的食指 领我到他可怜的记忆中 那点可怜的属于他的领地 那里没有声响 没有颜色 没有形状 第二个凌晨 非比攥着我的手抽搐起来 荧光屏上的波及乱氧气 管在他的抽搐中扭动不已 我看一眼亚当 他正静止在一个奔跑的动作上 他的本能已开始了狂奔 奔出去找医生来急救 但他的理性却制止了他的本能 他奇怪地僵在那里 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我毫无表示 并不对他叫喊 你还等什么 快去喊医生 我只一心一意感受 非比攥在他小小手心里的食指 他一定以为我在跟着他去 跟他去随便什么地方 我也以同样奇怪的目光看着亚当 他收回了这个一触即发的狂奔 仍是两个合谋者 我们默默在尚未被唇舌印制出的协定上达成了共识 他在我这里看见了同意 我也同样看到了他的同意 荧光屏上的线条不再乱 氧气管也停止了痛苦的扭曲 我和亚当完成了我们的合谋 非比的小手却一直钻在我的食指上 比活着的时候反而钻得紧些 他一定认为我同他一起走的 起码 一部分的我是被他拉走的 他这样认为没错 一年后我和亚当相约 到非比小小的坟营前来看他 一块白色大理石墓碑上有非比一张照片 是他四岁生日那天照的 照片上看 谁也不会看出非比的失明与失聪 只是看上去比一般孩子严肃 他钻住我食指的感觉 至今还那么真切 成了一块不可视的伤 不知我的余生是否足够长 来养他 亚当和我坐下来 目的很大 一望无际的花 我们漫无边际的谈着 谈到亚当的日本庭园设计 谈到我和律师的好聚好散 从医院出来 我便打电话到律师的办公室 他说他很抱歉非比的去世 我告诉他 我想我们该停止相处 他愣了一会儿说 可能你是对的 谢谢你 别客气 以后每隔三四个月 我就和亚当一同来看非比 亚当有了不少白发 我们总是挺愉快的 我对亚当讲的实话 已远远超过对M讲的 有时我们在墓园里散步 心里真是挺愉快的 一天我说 亚当告诉我你的真名字吧 他表示惊讶 我并没有假名字啊 你呢 我笑了 告诉他 伊娃这名字 从认识他之后 就成了我的真名字 从那以后 我认识的人 都叫我伊娃 这么多年下来 他理直气壮的 获得了重新命名 我的权利 他有足够的理由 使我承认他 作为一个永久性的名字 这时候 他拥抱了我 假如我说 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你会怎样 他说 说出来 看看我会怎样 他告诉我 他和我的亲密 大大超出了他的意料 我们这个拥抱很长 这在我现在的生活里 是罕见的时刻 我心里没有出现 何必这个词 是